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能春风话语般滋润他人 心存怨气的人说出的话 犹如一把把飞刀伤人也伤己 口是心的门入耳之言 更需要谨慎 世上语言千千万万 而最有魅力的语言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谢谢 常说谢谢的人运气更好 福气更深 谢谢等于感恩 有人说不要怕欠人也人情 只要懂得还就好了 人情往来懂得感恩最为重要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也是生活的大智慧 人生一世不可能事事如意 一帆风顺 当别人对你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 要记得说声谢谢 心怀感恩 才能时常感知到自己拥有的幸福 沈从文作为一代文学大家 也曾有过极其窘迫的时候 年轻时他心怀文学梦想 一个人来到北京 但只有小学文化的他 并不能在社会上立足 找不到稳定的工作 只能一边打零工 一边在北大当旁听生 寒冬腊月屋里没有暖气 还常常断凉 生活很是困难 无奈之下只好向京城的 几位知名作家写信求助 当时已在文坛 颇有声明的郁达夫收到信后 便立刻赶去看望他 郁达夫一进屋 看到沈从文 裹着被子也动得直打哆嗦 便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 给他围上 中午请他出去吃饭 还把身上的所有的钱 都留给了他 回去之后还积极帮他找工作 把他介绍到出版社当编辑 生活有了保障之后 沈从文终于能安心写作了 最终凭借小说 编程一鸣惊人走上文坛 郁达夫无疑就是他生活中的百度人 帮他度过生活的至暗时刻 半个世纪后 当郁达夫的侄女 郁峰拜访沈从文时 他还激动地谈起这件事 念念不忘感谢雪中送炭的情意 心中有恩情 生活有美好 刘东升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里说 在我奔波而劳碌的一生中 上帝给我最大的馈赠 便是教我感恩 感恩父母 感恩生活 感恩生命中出现的所有过客 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每一句谢谢背后 都是别人给予的帮助 都是值得珍藏的回忆 而这些记忆 也会成为我们一往无钱 无所畏惧的勇气 陶渊明说 智者乐山山如画 人者乐水水无涯 心知足懂感恩 纵然日子是平平淡淡的 也是一种幸福 生命若是一场旅途 感恩就是最美的盛宴 成全着千回百转的暖 谢谢等于尊重 蔡康永说 你越会说话 别人就越快乐 别人越快乐 就会越喜欢你 别人越喜欢你 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 你就会越快乐 经常说谢谢 能让我们保持谦虚 赢得他人的尊重 想起之前 一则大学生辱骂外卖员 至其辞职的新闻 引起网友的热议 这位女大学生 点了一份外卖 但是因为自己的疏忽 把手机号写错了 外卖员联系不到 他本人 无法正常配送 后来 外卖小哥通过平台 联系上他时 这位女生 因为没有按时 拿到外卖 很是生气 态度就有些恶劣 外卖小哥说 多给你送一趟 一句谢谢不会说 怎么一副命令的语气 没成想 女生不仅没有道谢 还辱骂了外卖员 她觉得自己消费了 对方就应该为自己服务 自己没必要感谢 其实随时随地说声 谢谢并不会让你掉价 还会让别人觉得你有礼貌 你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生活对谁都不容易 每一个为你提供便利的劳动者 都应该被感谢 晨起清扫马路 让城市保持整洁 干净的环卫工 每天接送我们上下班的 公交车司机 24小时守护我们健康的 医生护士 还有很多分布在 不同岗位的工作者们 凡是为我们提供了服务的 都应该真诚地道谢 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 就没有我们 如今便利舒适的生活 多说一句谢谢 少一份烦恼 多一些尊重 少一些争吵 你对生活释放善意 生活也会回报你微笑 曾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 分享过这样一则故事 在公交车上 给一个小女孩让座 她那双大大的眼睛 冲着我 眨呀眨 甜甜地说了声 谢谢 那一刻我的心都要化了 你看 一句谢谢 就能给别人 带来一份好心情 何乐而不为呢 人在江湖走 要学会与人为善 顺手接过 别人递过来的东西时 坐出租车 到达目的地时 接受了朋友亲人的帮助时 记得说句 谢谢 这不仅给对方 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也给别人 带去一份好心情 肯定别人的价值 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也是对自我的尊重 谢谢等于修养 老话说 闻其言 可知其人 一句谢谢 算是生活里的 一个小细节 却也能够彰显 一个人的修养 修养优良者 品行高 走得长远 唯有平等待人 才能身处人群不突兀 和身边的人都搞好关系 世界上最著名的女科学家 居里夫人 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被人尊称为雷的母亲 而她获得这么大的成就 和在她少年时代 教她法语的欧班老师 是离不开的 正是因为老师的细心 严格教导 居里夫人上学时 才会成绩优异 最后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 她就给自己的老师 写了一封感谢信 并邀请老师来家里做客 欧班老师收到信后 简直不敢相信 没想到被全世界称颂的 伟大的科学家 竟然会给自己写信 居里夫人虽然已经成名 但她并没有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 看清自己的老师 反而是亲自下处 非常热情地 招待欧班老师 亲切的交谈 也使欧班老师 忘掉束缚 忘掉眼前的这位学生 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寻子有云 人亦理善之于人也 必知若货财宿米 之于家也 修养虽无形 却深之于心 日复一日为人生导航 引领我们心怀美好 一路向善 好人员来自好修养 有修养的人 总能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对周围人有极大的亲和力 无修养的人 总会被身边人孤立 也让自己的人生之路 行走更加艰难 当别人帮助你时要说谢谢 当别人拒绝你 或者没能帮助到你时 更需要说声谢谢 人无论在任何场景下 都不要失去自己的风度和修养 始终保持优雅的姿态 方不会失了做人的分寸 作家村上春树说 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 给你善意的人 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 黑暗中紧紧抱紧你的人 动你笑的人 陪你彻夜聊天的人 坐车来看望你的人 说想念你的人 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 一点一滴的温暖 是这些温暖 使你远离阴霾 亲密的关系需要谢谢地维持 人因谢谢而走得更近 生活因谢谢而更美好 喜欢送花的人周围都是鲜花 偷偷种刺的人满身都是刺 对身边人经常说谢谢 时常提醒自己 感恩别人给予的爱和帮助 尊重他人 做一个谦卑不自傲 有修养的人 如此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愿你懂得 常怀感恩之心 常说谢谢 遇到的都是美好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咯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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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ben